我们曾经在提到过 这个敦化南路的房子被贱卖 甚至呢卖的比法拍屋还要便宜 那么我们请艳丽来带我们来 回忆一下这个案子 到底当初这个卖方是犯了什么样致命的错误 造成他的房子被贱卖 对简单说明一下 这个卖方呢是王小姐 那其实呢他在这个老屋 已经住了蛮久 长达现在几年的一个状况 那因为这几年 他的经济状况是每况愈下 所以他就下了一个很痛心的决定 就是想要把这个房子脱手 那当然他也不知道要找哪个仲介 所以他在邻居的介绍之下 就认识了某一位仲介 那这个仲介呢 刚刚认识王小姐的时候 就跟王小姐派政府保证说 相信我 我是我们连锁集团里头 排名前50名业绩 年薪千万的房仲 所以相信我很快就可以帮你把房子卖掉 那王小姐也不宜有他 就觉得说 看起来人也都丝丝文文正正派派的 那确实就委托给他了 那不过呢 刚开始就是都没有人来看房子 王小姐觉得说 事况有这么差吗 那终于就是过了这个好一阵子 好几个月之后 那这个房仲业者终于呢 带了一两组的马来就是看房子 那看完房子之后呢 过了一阵子 那房仲业者就打电话给王小姐说 王小姐对方有出价啊 我们到外面谈谈好不好 就没有想到呢 就是他们又在外面之后呢 王小姐跟对方这个房仲 房仲又带了两位同事来 换句话说呢 房仲业者总共是出息了三个月 王小姐只有一个人 那事情的重点是在于说 王小姐他其实当时呢 开价是开2680万 也就是一瓶式86万 敦化南路黄金地段 其实这样的一个开价 就是蛮合理的 结果呢这个房仲就说 买方他的预算比较有限啊 那买方他要出64万 王小姐觉得有没有差 你有没有搞错啊 我开86 你出64 那不用谈了嘛 可是没有想到呢 这房仲业者呢 就不停的跟王小姐一方面沟通 可是对王小姐来说 这个就是洗脑 磨音洗脑 那这个三位的房仲业者就跟他说 反正现在市况不好啦 你家减卖嘛 能卖的话尽量卖啊 那没有想到到最后呢 因为王小姐一方面就是 三个人一直不停的帮他 就是灌输一些奇怪的一个观念 王小姐最后是点头了 是有67万成交 他其实成交当天晚上 他就觉得他很后悔 他觉得好像这个行情价不止这样 那所以呢 他当天非常后悔的情况之下 这个隔天呢 他就跟他的朋友提到说 我仿佛卖了 结果没有想到是这个价格 他朋友呢就想办法 帮他去查了实价登录 相关的价格 那当时有实价登录 只是他不知道要查 对 其实我在想王小姐可能是对电脑工具 不是那么熟悉啦 所以他也没查 那他的朋友帮他查了 就发现了同一条巷子 而且还是法拍 结果成交的行情是72万 王小姐气到爆 连法拍都要72 结果对方你卖 那个你跟我出的价格 成交价格是67万 所以王小姐就非常非常生气说 这个短短的你们三个房仲业者跟我聊天 才花了短短三个小时卷 还缺我580万 所以当时他签给这个仲介 我们会碰到第一个问题是 你是一般约还是专任约 感觉这个王小姐签的是专任约 对感觉上是专任约 一般约的意思是不是说 你除了卖 除了委托给我 你还可以自己卖 应该是说你还可以找其他的房仲业者 联手一起来卖 对所以当时这个王小姐 为什么不签一般约要签专任约 是不是 但是仲介其实都希望消费者能够给他专任 对不对 这个我手上这个case是独家 就像我们前跑新闻 我要独家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房客某种程度是不是会被要挟说 你要不要让仲介不高兴 如果你不给我专任的独家约 我就不会好好对待你的房子 那当然会古其如黄之蛇的时候 我有很多客源啊 非常有可能让你成交啊 我是最有希望的 可是你三个月之后 如果他没有办法把满意的客户带到你面前 你是不是就应该换一般约 可是他好像就永无止境地去信任这个仲介 这是他犯第一个错误 对应该是说时间蛮短暂的啦 也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专任约一般来说是三个月 就是如果你非常非常信任这个房仲品牌跟房仲业者的话 那他会跟你说 这个价格我会想办法帮你盯住 甚至帮你买到 帮你卖到最漂亮的一个价格 所以你要委托给我的是专任约 可是那一般约有个好处啦 一般约就是 如果这家房仲业者他比较不够力 或者是他的人脉没有那么丰富 那你同时开放给其他品牌业者来卖 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方式